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还在清查 那房子整个就不见了 然后包括亚马逊 他的厂房啊 他的代工厂房都倒了 很多人都没有听到简信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些高科技的公司 或者大的公司很多都规定 进去不能带手机 有人带手机就在里面把一些 机密的东西把它拍着 存档 带走 那所有都有相关的规定 但是因为你没有带手机就来 就没办法去通知他们赶快逃 龙点通来了 那可见美国是多么的落后 每天在讲自己都先进 龙点通侦测不到吗 不可能吧 应该早早就侦测得到 各位真的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说前两又不是地震 那他会这样 其实你有时候发现 其实美国那种姿势他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很多在美国乡下的地方 我们像我们以前开车经过美国乡下 他是非常纯朴 他在外界很多事情不知道 那你跟他讲哪里来 他以为你这泰国人 就他很多知识是非常贫乏的 那这个其实有变于 让美国很多州就变成他们 选出来的议员就很凶啊 他们农业农业州或怎么样 所以他们很多农业州要求台湾要吃莱猪 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 今天有一个新闻 外电很少被人家注意 你知道美国总统拜登这两天在办民主峰会 我们是萧美琴 驻美代表 然后政务委员唐鹏 唐鹏还发表了一篇 说台湾这几年民主都进步 笑死人了 然后要怎么 说因为中国大陆对我们怎么样 真好笑 真好笑 唐鹏的爸爸跟妈妈过去跟我同事 在中时 我不晓得他们两个听了座儿感想 他们追求民主追求知识 但是这个儿子怎么变这样 拜登开民主会会议会的时候 我们唐鹏参加讨论 但是今天路透社 大家知道路透是一个很大的通信社 全世界数一数二 大家都会引用路透 唐鹏在简报一张图片中 把台湾跟中国大陆标示成不一样的颜色 结果他后续的花言被卡到只声下声音 这是路透社报道 那这张影片投出来出现一分钟后 引起美国官员的惊讶 惊恶 他使用的彩色是南非政府 根据各国公民权利开放程度进行排名 台湾在图上被涂成绿色 成为唯一被标示为开放的城市 而包括美国数个盟友 其他国家都被标为什么 标为封闭压迫阻碍收小 那其实 主持人在请唐鹏发言的时候 他的画面完全消失了 只剩下声音及一张写的 台湾数位部长唐鹏的字卡 然后后面还出现免责声明声声 在此表达的任何意见都属个人 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 那为什么 他说 美国政府还向我们抗议 那我们其实 认为说 这种新闻在国际上 在台湾大概不容易被讲 所以小总为什么在这边讲 因为我们讲的东西 就是政府相应掩盖的 这表示美国的一般社会 认为你中国跟 中国大陆跟台湾 应该是一个颜色的 这是美国的 他会感到惊讶 那我讲这个 各位朋友自己可以去上网 看一下路透的新闻 那这样的情况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蔡政府的大内线都厉害 好像 他们可以把四个不利的公投 把他硬拗 拗到现在好像 他们都认为说 大概都可以三比一 他们会赢三 然后 只有一个莱猪对他们可能比较不利 那现在赖清德潜力充斥莱猪 说我们如果抵制莱猪 我们等于说对美国经济制裁 好好笑 赖清德是什么咖 赖清德讲话人信吗 我有时候看这一阵子 就很多瞧不起 很多人讲小统你可以从政 因为我这二十几人 一直被人家鼓励从政 那我为什么没有嫌 我不要跟这些人长期为伍 我平常采访他们 大家相处一两个钟头就算了 我干嘛每天跟他们在一起 我自己花钱去嫌疾 老百姓会来找你 我讲实在话 因为我过去跑民意机关很久 老百姓会来找你 多数是违法 你要替他违法的去关收 你不帮他关收 说你不帮忙 我找其他 其他人会帮他关收 就这样 我自己花钱还替你做卢猪 我不干 我告诉你小董 我一个内心真实的声音 我看不起老百姓 你知道吗 我看不起老百姓 我不是说我很知道 我很聪明或怎么样 我看不起老百姓 台湾老百姓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这样 你怎么会 几句话跟你讲说 我们抗中 我们保台 然后蔡英文就817万票 小董看不起老百姓 我讲真的 没有是非嘛 那你自己做很多威法 一定要找民意代表 谁帮你弄 对不对 大家看嘛 大家都有问题啊 看这两天 都已经知道 林秉书打了是特权 那怎么是特权 他去哪里打 他去哪里打疫苗 各位 我们现在疫苗是很充分啊 对不对 政府鼓励大家打 可是你要把每个时间点看 他是不一样的 7月的时候 疫苗好不好打 很难打 林秉书打到了 他比我还年轻啊 他43岁 他凭什么打 我都没得打 7月我都没得打 那他怎么打 他去核心啊 大家记得核心吧 道合的核 温馨的心 那时候有两家打特权 一家叫好心肝 对不对 一家叫核心 然后台北市政府就做了调查 然后台北市的卫生机长 叫黄世杰 世界的事 英雄豪杰的杰 大家记得吧 台北市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特权横行 柯文哲每天在讲 讲漂亮的话 柯文哲是一个饭桶 可是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处处特权 我告诉你 处处特权嘛 然后他每天讲 大家觉得我科匹怎么样怎么样 老实讲就是一个饭桶 我跑台北市 我敢讲 前台湾这二三十年来 没有一个记者像我这么熟 如果你有亲戚朋友 或同学或怎么样 在跑台北市的新闻 你去问他 我最熟啊 因为我是用生命在跑新闻 我从起嘴的人时代跑 我看过历任市长 没有像柯文哲这么饭桶 可是因为柯文哲有网金嘛 他每天在跟 他在跟 苏贞昌抗议中 我们大家要来打网金 柯文哲自己就是网金的受益者嘛 他讲这个其实是 老实讲大言不惨 柯文哲要做这件事情之外 应该先向贤民 贤民道歉 说我过去使用网金 所以我当选两次 台北市长 对不对 你过去大量使用网金 我讲这是一个公平 而且是很卑微的请求吧 他做不到 他每天在腐烂 台北市政府是个特权横行 要不然林敏苏怎么打得到 高嘉宜那时 过去是跟柯文哲很要好的 高嘉宜跟我交情不错 但是我们就是仅是交情而已嘛 为什么要尝试一起上电视嘛 那过去因为他 我在主持的时候 他也上我节目嘛 我邀他来上我节目嘛 他是人生第一次上电视 就是上我的节目 除此之外 没有 没有任何往来 但是因为常常碰面 那过去 嫌疾 大家知道高嘉宜是挺 柯文哲的 民进党强迫他去 摇文字的场子 他是翻白眼 大家都记得那张照片嘛 对不对 大家记得嘛 那 那他跟黄世杰 我刚刚讲的 他就跟他 发简信 或通电话 要求要给核心多少疫苗 市政府自己都有报告啊 后来被问自己有报告 不了了之 有没有存储 黄世杰有没有下台 没有 黄世杰一直被他关说 一直送疫苗给他 给他的核心 那 那林秉书就是在核心打 他为什么能打 我讲简单的逻辑就是怎么样 他的女朋友高嘉宜帮他 跟台北市卫生机 弄到了一大批的疫苗嘛 所以他有功嘛 我讲简 就是这么回事啊 但是当然我不要 谴责高嘉宜 太怎么样 或怎么样 但我告诉你 当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嘛 你不就要求高嘉宜 你去给我瞧嘛 你跟柯P这么熟 台北市政府 现在大家抢疫苗抢不到 我的朋友在核心 他的另外一个女朋友 在核心啊 当护士啊 然后台北市政府就 延延不断给疫苗 给核心啊 这就是整个构成啊 那今天有没有特钱 台北市政府有没有特钱 有 卫生机长有没有被关收 有 他有没有下台 没有 他继续干卫生机长 我告诉你啊 特钱横行 在台北市政府就这样 可是 柯文哲要假装自己好超然哦 好 我们台北市跟过去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啊 因为你比过去烂 比过去更多特钱 过去每一任 从我跑的习惹 每一任都比你好 做的事情比你多 台北市 你跟他看嘛 现在七年 他有什么建设 可以让你夸耀的 有一条结印吗 没有 有一站结印吗 没有 各位我跟你讲 这个人就是吹牛啦 就是吹牛 然后讲得好像很漂亮 每次都 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什么都不做啊 你每天出一张嘴巴 我真的讲 我看透了 我跟民众党 很多人 交情不错 但是我 我其实真的讲 柯文哲是个饭桶 他就是出一张嘴巴 他觉得别人都不行 我智商最高 这种人做不了事啊 他完全做不了事啊 这不是特钱吗 还要查 还要去跟 苏丁昌抗议 好好笑哦 台北市政府 自己有 有调查报告 你知道吗 柯文哲 最好自己 自己去翻一翻啊 翻一翻你们自己 后来 后来因为 那时候好心肝跟何欣 出了皮肉的报告嘛 对不对 你们那时候 把那个骂得多厉害啊 所以你有时候看哦 如果各位朋友 你去上网 然后 那时候 他们要了多少 多少疫苗 那是 先拿三百 后来又拿两百 你看 那时候一剂疫苗都不得了 好 十天之内 高嘉宇 十二度 简信给 黄世明 十二度啊 各位十二度 大家记得高嘉宇 那里讲说 我跟里面的人 通通不认识 我从来没有踏进过 我只是接受 选民的诚情 各位 你现在知道了吧 原来真相 是啊 我相信他没有进过核心 他里面也不认识谁 可是 他的亲密男友认识啊 他是亲密男友要求他这样做嘛 各位 这个当然 这个接下来一定是小董讲的这样啊 我用的是常识 对不对 我相信他没有进去过 他也不认识里面任的人 可是各位朋友 我们有些东西是用常识啊 小董讲新闻没有什么太大厉害 那他为什么 要去施压 后来黄世明 因为事情最后 白康以后 黄世明被 被叫到市议会 要他说明 你高嘉宇给你那么多简讯 给你 还跟你通电话 要你 是一直释出疫苗给核心 黄世明怎么讲 黄世明说我没办法 他得寸进尺啊 高嘉宇得寸进尺啊 他说他先说里面的护士 医生应该先打 这个没问题 这本来他就是第一类嘛 他说接着呢 接着说里面的 服务人员 行政人员也要先打 后来就给他打了 然后接下来说什么 清洁人员也要打 所有 那这清洁人员 到底怎么造车 随便他造啊 对不对 搞不好林秉书是 变成核心里面的清洁人员 清洁人员外包啊 对不对 我把他的名字列入 这一波里面 他就可以打了 或者列入 我们核心的行政人员 名册里面啊 行政人员 只要我列策 他就有得打 就给你看啊 所以台北市政府今天说 啊有有 我们查到了 他在我们这边打 7月15号 7月15号 小董都还不能打 各位 你看了何被气 会啊 为什么不会气 会气啊 我打第一季是10月 我10月中才打 我年纪比他大 对不对 各位朋友 他凭什么 凭特权 凭台北市政府 给他的特权 黄世杰说 哎呀高嘉宜得寸净子 你为什么给他得寸净子 你们不是依法行政吗 柯文哲不是讲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吗 都在搞特权 我老实讲 为什么 因为黄世杰那时候 心情结界是 哎呀高嘉宜 是我们台北市议员出身 跟我们市长 非常好啊 对不对 这次选举也偷偷帮我们市长啊 没有帮他们民进党的 姚文志嘛 所以 于他跟市长交情 我这个当然要卖啊 好那你卖的人情 大家都那个了 大家都放水 就尽量给他 给了以后 出了事情才说 他得寸净子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得寸净子呢 你们这些官啊 老实讲就是两张嘴 每天在搞特权啊 一般老百姓有吗 对不对 我讲实在话啊 有时候看这些事情就很昏怒 可是大家就在那边推 就跟钟妍妍一样 钟妍妍那边推来推去 弄到现在 然后就没有下文 就跟公路总局一样 公路总局那个事情 到现在已经十天了 你的IP 你的IP在做假新闻 在黑别人 甚至还黑到当年的韩国瑜 在嫌疾的时候 你知道韩国瑜被网路 有一个错号叫韩导 导演的导啊 就是公路总局IP里面 一个人把它创出来的 然后把它放到网路 让大家去弄的 这两次了吧 跟上次那次两次 请问有没有查出来 没有 各位我们现在 我们在讲的 这是一个政府 中央政府 垃圾总统 贾博士蔡英文 执政的蔡政府 民进党政府 垃圾党 这就是垃圾党啊 各位 怎么可能查不出来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还在查 那像你们这种饭桶哦 老实讲 通通就下台了 我们817 选一个饭桶 可是你说他饭桶 他A钱 捞钱是非常厉害的 对不对 大家通通分道啦 每个人都很有钱啊 钱从哪里啊 从国家 民进党的秘书长 民进党说 我们民进党没有网金 没有网金 是啊 我们没有钱 民进党没有钱 民进党用 中华民国的钱 在养网金 民进党不承认 中华民国啊 垃圾党 不要脸 我讲 各位 我讲有没有道理 如果今天这个网站 是修理蔡英文呢 对不对 譬如今天如果有人说 蔡英文跟谁生了一个私生子 然后马上到网路上发布 我告诉你 两个钟头警察就把你抓走了 马上就找到了 有人 在总统府 的网站 蔡英文的那里是批评 批评蔡英文 总统府最快的反应 马上骂那是畜生 总统府的发言人 骂那是畜生 反应都很快啊 我们一个公路总局 查了时间查不出来 我们一个钟延宴 最高邪府最好笑 你说钟延宴最高的邪术单位嘛 对不对 最高邪术单位 全国最厉害的 他每天除了吹牛 或者去跟人家拉拉小手 要不然就是被老鼠咬到手 这手真奇怪啊 你看钟延宴 光一个这样的案子 从上个礼拜 三礼拜四到现在 五天了啊 今天廖金智到立法院 还讲个 哎呀 他讲了 又跟里面 自己又都不容 那你来 你来背询 你就知道人家一定会问你啊 你们就一群换统 什么院长嘛 双重枸杞的院长 还每天 你到底效忠哪里 我也搞不清楚 请问你 你们你研究出来东西要 要给拿很多钱让你做研究的中华民国 还是要给你的另外一个国籍的美国 我很怀疑啊 他是双重国籍啊 我们现在规定 中华院长都可以双重国籍啊 因为他们很优秀 他很优秀 那他如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可以不可以 他双重啊 不可以 啊为什么不可以 各位我讲 我有时候看这东西 看了非常生气就这样 我们是纳税人 我们只在缴钱 对不对 中原院长今天 他到 他到那个立法院 人家问说 你们那个 P3实验室的女助理 他说他有上报 有 我被老鼠咬了 我有往上报 结果呢 标净之说 遇到我们中原院的 生安官啊 生 生计的那个安全官啊 生物 生物实验室的安全官 叫生安官啊 我们生安官说没有 他没有报 那 那你已经五天了 他有没有报 你查不出来吗 他说有 他说没有 那 那有没有报 用打电话说 包括生安官 安全官嘛 对不对 我被老鼠咬了 他上面就要登记啊 各位有没有看过战情室 你当兵有战情室 电视台有绍康战情室 战情室 我就是在做这种事情啊 有什么状况 我一定要记载下来啊 这个就好像飞机的黑盒子一样 所有的跟安全相关 都要报到我这里啊 那生安官有没有记载吗 他 他没有记载 那这个女生说有 好 那女生说 生安官没有报 我记载下来 所以 所以我坚持有 没关系 你什么时候报的 你什么时候被咬 你自己都知道吧 那个时候你也没有打电话 你这次电话 也没有到 你的安全官的办公室 这个会有记录啊 查得到啊 电话的东西 怎么会查不到呢 那你这个廖俊治 你在干嘛 你是科学家吗 又一个换筒 我真的讲不客气啊 我们这些高协议的人 每个都是换换筒 可是他们不一定是真的换筒 他们是装出很换筒 因为知道不对的 就装出啊 明明我啊 查不到啊 对不对 哎呀 公路总体 查不到啊 这个 查不到 然后事情透过去就没事了 他们现在都在搞这一套 你知道吗 装傻了 不是换筒 是装傻 每个人都在装傻 我们养一堆 出了皮料就装傻 各位 昨天前台最最重大的新闻是 大跳电 对不对 30万户的人 那这有什么了不起啊 过去还有几百户的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 这个为什么 因为台电一直降压 最近一直降压 降到他的机器就坏掉了 昨天 昨天就开始总结了 因为你一直跟他降压 降压 降到最后 他受不了了 昨天就出问题了 就这么回事啊 为什么要降压 因为电不够 我们的电不够 所以 电不够要盖三阶吗 没有 核四最快啊 盖核四最快啊 其实核四也不用 你这就宣布 我们核一厂的 医药机让它重启 还可以用 美国的一个机器用 80年都还在用 我们呢 我们核一 医药机 民国六十四年用 没有出过问题啊 用得好好的 你说这个危险 不会危险啊 为什么会危险 不会危险啊 你找美国人啊 我们再让它重启啊 不要在那边 装神弄鬼都在骗人 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看这些人 装傻 他不是笨啊 马上回来 女性维他命首选 维一几头 要喝水 好 来 总哥今天要上什么其他节目吗 今天两点要上新闻大爆瓜中天 六点要上 TVBS的国民大会 两点新闻大爆瓜跟六点的 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 好 来 从这边 Windy Windy Line Line 是 他从美国 对 谢谢 从美国给我一张漂亮的 Windy 是 然后 柯小姐 柯小姐 菲律宾的柯小姐 夸游家 感谢 然后 陈志飞 谢谢志飞 柯小姐是固定 给我们 很大的鼓励 陈志飞 听小董真心话最爱 然后 洪家虎 四个都同意 返乡投票去 没有错 小董票已经买好了 我就是 纯粹回去投票 然后就回来 就简单 那 各位朋友 一定要去投票 而且都要投同意票 四张都盖同意票 然后 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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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董哥武安 唐宏的地图打到 哇 打到了 AS EAN 肺炎狗 凸顯 蔡政府里 对七一国际形势的落字 没有错 因为他用的那张是 南非的图 南非那张图 是 争议性非常高 只有他们全世界都不太认同的 温森芳 他感谢 他 温森芳带他妈妈去参加 我们周天的 整个游行秋冬 非常感谢 真感谢 然后 欧陆友 董哥小编 喝咖啡 谢谢 我们还有阴控 好 董哥们要门来喽 丢吧 欢迎小董哲心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 这些政府 包括台北市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他们出错以后 每个人都在装傻 他们要 算计别人的时候 精灵的要死 啊 蜘蛛必叫 什么钱都要 撈啊 换了错以后 每个人 哎呀我们还在查 啊我们还要怎么样 他不是饭桶啊 他装饭桶 像这些都不试任 我老实讲 不试任啊 各位想想 昨天有个大的假新闻 说台中发生枪战 四个人被打死了 对不对 那是大的假新闻啊 然后哇 网络就传 哇他讲说 哎呀台中自然怎么这样 为什么 因为台中正在办选举嘛 要选举呢 国民党是颜宽 民进党是林静怡 你看哎呀台中如秀燕 他要造成这样的影响嘛 这是假新闻 有没有枪战 有没有影片 有 那在波多黎各啊 各位朋友 啪啪啪啪 哇死了 哇 各位 假新闻要不要抓 他如果从国外来抓了表办 或者抓不到 我可以理解 但是 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都要搞这个 现在民进党知道说 四大公投案对他不利 四大公投案是全民投票 他跟台中的地方选举 或者万华的霸扁临场走选举 那个是不一样 那是一个地方而已嘛 四大公投全国要投 投的话 他的选民结构比蔡英文还大 面积还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投蔡英文的显民是20岁以上 投公投是18岁以上 这个结构更大 对不对 父母更大 这个一投出来 哪一个季节的民进党 民党 你做的政策就被人民火定了 所以这个不是朝委对决 这个不是蓝力对决 而这是人民跟政府的职求 对不对 职求大家来对干嘛 我们提出了我们依照法律申请 我们有多少人联署多少人发起 然后我们现在投票了 所以这是人民跟政府 平民跟钱贵的一场战争啊 民进党每天在说 哎呀原家不能吃草米粉 我看了很多影片我都懒得看了 民进党的四个公投 都在大一大落在餐厅吃啊 真是不要脸 民进党只是垃圾党 对不对 在餐厅吃啊 然后你看民党那些 他们餐厅吃 一边航口号 要大家盖不同意怎么样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啊 吴奇名 我上午还看到吴奇名 我们是土层显出来的 哦 那个真的澎湃啊 那东西盖在那里蒸 那蒸笼是那蒸笼盖是哪不开 要用吊的啊 真是看不下去 然后在里面讲公投 要支持他们民进党 有时候看这东西真看不下去啊 你看司仪那些讲法你就知道 这根本就是一个险棘的场子 他们把公投当作一个险棘的场 民党非常怕 各位朋友 小董还是讲 我们要去投票 哦 昨天到场的人非常多 为什么要强调非常多 六万人 为什么 因为昨天下大雨啊 前天天气非常好 风和日丽 大前天也一样 昨天突然 下大雨 哦 从零 从那早上就开始下 一直下 哇 大家想说完了 好不容易办一场这样 没想到人那么多 而且大家都很慷慨激昂 都很幸運说 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没有错 哦 你碰到垃圾党 你除了用选票 没有办法 你碰到这些每天在吹牛 在唬烂 然后到处讲自己都厉害 都了不起的 根本是一堆人渣 人渣组成的党 就叫民主进步党 我就这样讲 各位 你看嘛 真是让人家 看不下去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每天 哇 每天都在骗啊 他们认为他掌控了 多数的媒体 台湾90%媒体他掌控 网络95 都有他在带风向 他们很了不起 我们算是微博的声音啊 但是各位朋友 我们声音虽然微博 我们要讲出来啊 我们对于民进党这种 无法无天的垃圾政党 你实在是不能 你不能不出来讲话 不出来投票 你只有这个可以当做武器 来对付他 他们每天在骗啊 各位你讲 有时候看这东西 看着真是非常气 但是你气有怎么办法 就是要投票啊 对不对 所以贾心文 是他们厉害的武器啊 然后每个人就装作饭桶啊 你光看这几天发生什么事情 哪些事情要解决 没有啊 他们只想说 不要再谈林秉书了 林秉书 当然是特权打疫苗还用讲吗 那为什么可以 因为台北市政府放水 中农特权啊 中央政府 一样啊 大家看嘛 变成有办法的人先打 现在当然疫苗太多 大家的感觉不那么沉痛 可是请回想一下 我们五月疫情大爆发 八百多个人确诊 那时候谁不想赶快打疫苗 赶快想方设法 对不对 三经半夜大排长龙 是怎么回事 记不记得三经半夜呢 连国策顾问都在排队 排特权疫苗 大家看了吧 他最近辞了啊 但是我跟你讲 大家都是想方设法来打疫苗 还有朋友问我说 你跟郝兴干的喜匹喜教授认识吗 我都认识啊 我们也有帮过他 过去跑新闻啊 有没有通知你 我没有啊 那你不过深入啊 消遣我 其实他通知我 我也不会去打 怎么好意思嘛 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 你怎么好意思嘛 有比你更需要的在你前面 当然是老人家先打啊 或者身体肉的人 或者医务人员给他先打 当然是啊 这本来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人的 就是说你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 民进党可不是这样啊 民进党搞了多少人去打特权疫苗 大家看 就是一个这样 台北市政府重容多少人打特权疫苗 大家看嘛 不敢讲了 大家事情透过就算了 你知道柯文哲时代 上一届啊 他们卖一个 一个捷印卡 大家记得波多野捷一吧 叫波卡 波多野捷一 他们拿去做人情 包括吴思瑶都拿20张啊 有一个人拿100张啊 姓金 我一直追问 问了6年啊 柯文哲现在就任7年 问了6年 请问这个人是谁 你不是公开透明吗 一张500块 那这个多少钱 你告诉我啊 5万块去哪里 这不是政府的钱吗 不交代耶 他继续连任啊 各位朋友 这个政府是肮脏已经尾一首支了 自己人我通通给你好处 我讲真的 你都知道是谁了 啊 为什么不敢讲 你不是每天在讲你是公开透明 别人是黑箱吗 这种政府不要脸到天下无敌 我真的讲 都一个姓金 然后谁谁谁都有特钱 一堆人拿了一堆 波多野捷一 悠有卡的特钱 你搞出什么东西啊 这两天有个女网友 他到捷印机上厕所 结果 上完 刚站起来 他的门被人打开 是一个维修的阿婆 阿婆 他气炸了 接到捷印公司的主管说 那我给你优待票 20张 你不要那个 各位朋友 我们这什么管理啊 这些人每天哦 老政府的好处 做不了事啊 你怎么 你这怎么管理的 各位你想想看 要不要出来讲话 要不要有人下台 没有 我告诉你 通通没事了啊 现在捷印公司 要做什么事情 哎呀要倒数计时了 我们现在哦 猫空缆车要开张了 重新开张 我们现在要抢啊 你要抢到他的车厢哦 你的机会只有多少 百分之零点三 哇 猫懒很便宜嘛 每年亏损他很便宜嘛 而且他那个水晶的 水晶的车厢你看 哇 多赞啊 下来他们要卖这个啦 啊会去做这个宣导啦 啊谁会想到这个女网友 他那么倒霉 他去捷印 他的门被一个阿伯把他打开 各位 他还很生气的时候 一直盯着我下面看啊 各位 这什么管理啊 不会有人有事的 我告诉你 上下互包屁啊 上下交真力 上下互包屁 你就可以看到 让人家看不下去 我们现在没有政府状态啊 对不对 大家说 哎 都小董你在骂他也不改进 是啊 我人为延亲没有错啊 但是我们 我们现在老百姓手上只剩下 选票而已 你知道吗 只剩下选票啊 你能够 你讨厌民进党你要靠选票 可是蔡英文 他才当选没多久啊 那那没办法啊 他贾博士他还可以当 可以啊 现在法律 他不受刑法追究啊 他只要不宣布自己下台 他就是 总统干到2024年啊 所以你现在要一步一步 我们明年 县市首长 让民进党 更难看 就这么回事啊 你看 他们在做四大公投的时候 潘梦安是屏东县长 是民党里面 市政满意度最高了 他在讲 哎呀他们民进党 公投的主张是怎么样 讲了又说 我在这里宣布 我是唯一支持周春梅的 周春梅是民党部门基地委 其他两个响显的 庄瑞雄跟中嘉宾啊 两个跟我都还蛮熟的 气得要死啊 我们民党在办公投 你在这边撕香瘦瘦 你在干嘛 你一个县长卸任只有交棒 没有指定接班人的道理 他们都开始骂 就在里面自己 就会讲出讲出 他觉得有道理的话 可是如果对民国民 对手是国民党 就会讲出没道理的话 民进党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周春梅 周春梅就是潘梦安 上次在嫌疾的时候 帮他打官司的律师 那打了律师以后 哇 国民党屏东 县党部主委马上就被收押 就被收押你知道 显前才要投票的剩几天 前面的指挥官被收押 民进党好显得要应啊 这个指挥官叫张亚萍 各位朋友我在节目上 已经骂过很多次了 龚长张 雅典 希腊雅典 屏东的屏啊 马上被收押 后来被判刑 判刑关多久 两年十个月啊 被判两年十个月 说你有嫌疾文仙哦 故意跟我们造谣怎么样 你有听过嫌疾文仙 要坐牢坐那么久了吗 各位 然后一群法官 各位可以上网 我不要练了 因为我有公开用白纸黑字 写了一篇文章 我痛骂这将近二十个法官 我通通列名字 一审二审三审 包括受押的 包括检察官 我通通把名字列出来 我在台湾 台湾的司法可以立到 每个人都去帮民进党 每个人 台湾还有司法吗 我们的司法官有羞耻心吗 各位可以上网了 你打董哥 然后打屏东 或写张亚萍 我告诉你了 什么 叫人家咬牙切齿 台湾司法不堪 由此可见 不得了 后果殃民 有过历练 喝水 好 好 来 刚刚念到谁 刚刚是到Oreo 然后我们从 从这里 Vivian Vivian 58688 是 谢谢Vivian 是 然后送 泰德 泰德 他支持董哥 董哥喝水 小编回来了 哇 你比我还受欢迎 林明贤 支持董哥 正义之声 然后 谢谢 谢谢道阳 道阳当然是我们老朋友 那 他写一篇 董哥在讲这些假新闻的情况 从金正恩开始 没错 这是我写过的一篇文章 感谢 然后刘文玲 谢谢文玲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公保基丁也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谢谢 他们都抖累我 非常感谢 然后道阳又再次的抖累 哇 道阳很厉害 他把我好像写过的文章 或跟我有关的报导都写出来了 对 超厉害的 好厉害 我前几天跟一个教授上 上节目他姓夏 嗯 然后主持人就开玩笑说 哇 我们那夏教授讲的话可是夏夏教 我给你们知道 台湾有个教教夏教 你说教教是 宗教 宗教 一个 台湾有个教教夏教 嗯 那我采访过 那 这个教还有好几座庙 他们从福建那边过来 那他是正式的教 他是真的 而且内政部有登记 他一来台湾就登记了 所以他是合法登记 对啊 那是 很有意思 很特别 因为我们很多宗教 比如说天地教 大家知道 那个导演 大导演李行他爸爸 就是天地教的教主 嗯 那他是认为他可以跟天地交往 嗯 那他也有非常多的信徒 而且各地都有他的庙 哦 对 很特殊 真的 好 我都慢慢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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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说 哇 现在很多 他年纪哦 出门要上个步 看看对面有个人冷冷看他一眼 赶快回家 不敢 你不晓得等一下这个人 突然拿一把刀 或者怎么样 只是 只是他冷冷看你一眼 你如果瞄他一眼 他认为你不怀善意 他可能求棒 或怎么就拿出来 哦 他我们是为什么变成这样啊 是这样啊 的确啊 无缘无故就被 就被打 你说哎我没有怎么样 我又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他就要打你啊 他说你刚眼神对我不友善啊 就可以这样啊 然后呢 打一打你倒霉啊 警察来把他抓走 他马上就交保啊 他又不用抓去关 各位我们现在碰到这样啊 对不对 把妈妈找来划跪 人神共愤的畜生 他也不用坐牢啊 各位 他要怎么样吗 不用 各位我讲就是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已经不可理解了 台湾的价值 在民进党执政以来 他在流失飞快啊 很多人都怀念 没有民进党的日子 所以公投 请大家出来投票 四个都该同意 就这么简单啊 你要偷弃民进党 你每天听小龙在骂 没有用啊 你说小龙你怎么 那我要让更多人了解 说很多新闻的来龙其脉啊 你知道总统府最近委托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 我把他的前名念给各位听 前名哦 因为你要听前名才知道说 哦这是什么 哦 什么名称 好 那这个名称哦 他其实是很特殊的啦 他叫做 德日美 三个国家哦 德日美社缘法制 以食物 委托案 结果台北大学 得标了 他们从8月16到12月15号 哦 10月15号 后天就要 就要把这个报告交出来了 啊 这个报告大家再听一遍哦 德国 日本美国 社缘法制 义 食物 现在怎么在谈社缘法啊 现在全台湾有谁最希望被社缘 不就是 陈水扁吗 各位 原来要干这档事情啊 还要拿各国来讲啊 为什么不拿韩国呢 韩国每个总统 都贪污都被社缘啊 除了普警惠 其他那些臭男生通的社缘呢 只有这个女总统没有被社缘 他有贪污吗 没有啊 他没贪污啊 他只是用了一个亲信 这个亲信 搞东搞西啊 对不对 大家看嘛 各位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啊 我有时候讲这些新闻哦 有时候看的很生气啊 真的是非常生气 但是 因为我那天啊 就是上节目 那 台中市政府说 我们台中有十大伴手礼 小董你还不要帮我们推销一下 我说这是好事啊 对不对 卢秀燕市长 所以我就 他说你挑一样吧 有十项啊 来我们这边的来宾哦 我们就请他能够帮忙就帮忙 我就随便拿一项一个咖啡 咖啡的礼盒弄一弄 因为我昨天半夜看新闻发现说 哎呀小董推销这个既然是十大伴手礼之首 害我高兴了 哎呀原来我推荐这么有效啊 当然他产品品质本来就好 不是我了 我只是刚好拿到的 那我讲哦 你知道他们十大伴手礼 想方设法去推销啊 对不对 昨天是1212很多店去推销 那过去呢 1111 哦大家也去推销光棍节嘛 就你要想方设法用些明目 让大家觉得那个产品物超所值 这个才是我们推动整个社会商业机能 进步的一个动力嘛 所以很多所长就非常重要啊 那你有时候看哇 那你看他的APP哦 有多少人使用 下载108万了 哦这个就厉害了 那我有时候看哦 就是说你真的 要把台湾很多事情哦 把它铺排过来看哦 那 会发现现在老百姓 不满愤怒的声音其实很大 因为你在讲了多么天花乱坠 我们去外面随便一个生活上 所有东西都涨价 这是事实 现在有谁敢说东西没有在 在大涨 而且涨得很离谱 对不对 现在去吃饭碗变小了 包子变小了 真的是 跟以前不一样啊 那那为什么会这样 政府还在掩饰太平吗 没有 他们现在只关心公投嘛 那公投他们只关心一件事情 不要再谈高嘉宜了 不要再谈林秉书了 民进党现在在 在想的是这样嘛 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选举 所以高嘉宜被封口了 那他今天在国会在立法院记者问他 他说这个就丢司法去调查 就很官司的讲话 我们最近他被交报 然后去报案以后 我们节目找他 他也有来啊 来了以后大家就给他温暖 结果下来民党中央通知他 你不要去了 你在讲的话 新闻会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四大公投投票 我们就会不利啊 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会想说 原来民党怎么肮脏啊 原来新潮流跟他交情这么密切啊 哇 吃饭吃得这么开心 然后每个人都说 我跟他不熟 你会不熟吗 你还搞吗 你有时候看这东西 看了就是愤怒 所以哦 我有时候 我有时候讲这事情 对不起我刚手机没有好好关 那 其实你有时候看这东西会愤怒 为什么会愤怒 为什么会愤怒 我讲啊 因为你发现说 原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 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在捞钱 在搞关系 然后搞到最后呢 搞到最后很多人就没办法 去接受了 所以哦 包括这两天大家最关心整个 整个情况是什么 我们现在关心物价之外 还关心的是什么 疫情会不会再来 疫情会不会再来 五位那一波 二级管制 警戒 然后很多地方不能去 那我们政府每天 哦 故意给你 你到哪里都要扫描 QR Code要怎么样 其实那些政府已经没办法消化了 那些都在骗人了啦 我老实讲就是在骗人啦 他已经没办法消化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才发现说哇 中研院这个女助理去过那么多地方 是 那你怎么样 双手一摊 大家其实也没辙 大家记得上个礼拜一发生的时候 小董想说 应该不会是老鼠咬造成的 很多朋友替我担心说 哎小董你讲的太大了 现在是不是 我还有基本的医学常识啦 各位朋友 我过去是医药记者 很多人讲 哎呀何事你也能讲 是我过去是跑台电的记者 我都跑够啊 我 当然有一些比别人更好一点的尝试 但当然我不是专家啊 只是我当记者 那我有一些尝试我会判断嘛 所以我我真的就是判断出来 我说汉 虽然说被老鼠 大家都说哇被老鼠咬 被老鼠咬 台湾有比老鼠更可恶的 你知道吗 那就是民进党啊 民进党就是老鼠啊 而且是有毒的老鼠 每天都在骗 所以你看哦 很多事情你要这样去看待啊 那民进党 光一个中研院搞这么多天 真相在哪里不知道 还在那边唬烂 然后一个院长 院长 全台湾学术地位最高的 就是中研院院长 对不对 比台大校长还高 那中研院长 中研院直属总统舞啊 今天上午到立法院 不知道在讲什么 啊讲这个讲那个 你还在讲吗 你调查不出来吗 哦原来昨天 昨天周休二日 你们没有在上班吗 这种事情 跟疫苗 跟这个还有休假的吗 疫苗也会跟你休假吗 病毒跟你一起休假 这什么院长 你到底有没有心在中华民国 因为我知道他是双重国籍 他美国国籍 你到底有没有心在中华民国 你是不是在这里领高薪 然后效忠那个国家 各位我就很那个啊 国际民进党把那种双重国籍人 骂得都难听啊 哎呀如果我们国家机密会泄密 全台湾最高的机密是什么 我们现在防疫如国安对不对 最高气密我们研究出什么东西 请问是先交给给你钱跟人员 和办公室和所有仪器的中华民国 还是交给美国 我再重复一次啊 你要交给哪里 大家看嘛 我们这一任上一任都是双重国籍 哎呀要用它啊 不然哦我们请不到好人啊 请不到好的科学家 哦都是生技专家 从蔡英文民国95年 在干行政案副院长 就说台湾生技都了不起 要求王金平当提案人哦 钟隆级是副院长代表亲民党哦 两个立法院院长跟副院长 在陈水扁当总统时候 当提案人去提生物科技条例 然后前立法院无意通过啊 授权让你们去做 因为我们的中原院长快得罗贝尔奖了 翁启会啊好好笑哦 各位那是民国95年 现在民国110年 在17天就111年啊 在哪里啊每天在唬烂啊 我讲在唬烂就是大家再去上网找一下 中原院那时候告诉我们 他们要得了什么 瑞德西韦他们已经破解了 哇他们怎么样 各位朋友 你打中原院跟瑞德西韦的 去搜寻就知道了 现在也快两年了 在哪里 成果在哪里 哎呦我们破解百分之九十七 我们怎么怎么 哇笑死人了 现在已经快110年了 请注意这个时间点 不要再吹牛了 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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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